因为疫情的影响,全球生活模式彻底改变 我们看见世界海陆空的交通暂停了 这也包括新加坡航空公司96%的航线都冻结了 目前只有9架飞机在航行 这样的影响当然也包括了世界各地的拆船施工 因为活动的限制 实体的拆船施工几乎都无法进行 许多的宣教士家庭也撤退回国了 当拆船机构和宣教士暂时不能回到拆船地区 教会的宣教拆船是否都被阻拦呢? 我们知道耶稣的大使命是不会局限在宣教和拆船机构的模式方法里 而今天我们所知道的这种宣教方法 也是18、19世纪因为属灵复兴 新起的海外宣教运动的其中一种方法而已 在今天眼前的处境中 我们反而要来思想怎么样突破这个局限 耶稣大使命的福音分享是不应该停留在某一个宣教拆船机构或某一个宣教士身上 甚至它不专属于哪一个教会的组织 它应该是我们个人都必须领受的一种托付 这个月是基石教会的拆船月 我们特别今天要从使徒行传来看福音生命的吹逼 使徒行传的作者路加是一位医生 他有写作的恩赐 他让我们认识到 圣灵是如何带领初代教会的使徒 先知和普通信徒 怎么样把福音传遍天下 使徒行传有一句重点经文 当圣灵降临你们身上 你们就必得着能力 并要在耶路撒冷 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 直到地级做我的见证 这是耶稣升天前对门徒的说话 而福音好像也按照这样的一个的模式来进展 向世界扩展出去 从耶路撒冷到犹太全地 再到撒玛利亚 最后直到地级 那我们必须知道的是 福音的传播不是单单只是地区性的 或者是阶段性的 因为这样的经文也告诉我们 这样的一个过程也可能是同时在发生的 今天我们想透过这段经文 相信它可以引到我们 来去归探宣教拆传的一些观念 第一 宣教是圣灵的吹逼 在早期教会中 福音工作的展开都是圣灵的工作所催生的 所以 使徒行传也被称为是圣灵行传 看使徒行传这些的经文例子 圣灵在充满 圣灵在带领 圣灵在感动 圣灵甚至阻挽人 我们可以发现 原来圣灵大量的参与 而推动福音施工 是它在后面 让宣教能够发生的 五行诀 耶稣基督复活后的五十天 可以说是教会的诞生 更是福音运动的开始 在那一天 一百二十位门徒在耶路撒冷 他们聚集同心的祷告的时候 圣灵降临 他们被圣灵充满 那时候彼得的讲道 满有恩典能力 让聚集在耶路撒冷的人们 感到砸心 三千人当时候就受洗归主 接下来福音就在耶路撒冷 如同风卷云起的 把福音传播起来 震动了整个的社会 所以圣灵降临 是一个很重要的标记 是圣灵推动福音的运动 把本来信心软弱的 门徒生命翻转过来 圣灵的运动 不单只是发生在使徒身上 也发生在教会后续的发展中 是初期教会 一再重复的例子 其实在耶稣自己的说话里边 已经提及圣灵的出现 和圣灵的工作 在约翰福音第十四章里边 有这样说 我要请求父 他就会赐给你们另外一位宝慧师 使他跟你们永远在一起 这宝慧师就是真理的灵 但保慧师就是父 因我的名要拆来的圣灵 他要将这些事教导你们 也要使你们想起 我对你们所说过的一些话 因此 凡是推动福音运动的人 推动拆传宣教的人 都要留意这一个原则 宣教不是人产生的工作 不能是某一个人的野心雄心的产物 更不是为了满足某一个人的成就感 我们做宣教 因为我们是领受恩典的见证人 是被圣灵吹逼做这事 仅此而已 就如保罗的经验 他说 我的心灵受到吹逼 要到耶路撒冷去 我认为自己很蒙恩典 在这近三十年来的福士 的三千教会中 新加坡 美国洛杉矶 还有美国三番市 一而再 再而三地见证了同样的模式 几十年前 一小群基督徒 包括牧者长辈 他们是如何的被圣灵感动吹逼 就开始祷告传福音 建立教会 他们开始没有资源 都是凭着感动 按着信心 顺服神 今天这些都成为千人教会 从什么都没有 到今天充充足足的 见证了上帝丰富的供应 巴不得我们都体验 上帝透过圣灵的工作 也敏感 顺服圣灵的工作 第二 宣教是生命的吹逼 我们之前提到 是因为圣灵启动了福音运动 在耶路撒冷 如同风卷云起的传播起来 震动了整个的社会 只是当时候的使徒们的福音脚步 并没有跨出耶路撒冷的范围 这跟我们很多人的生命一样 我们都不容易离开自己的习惯 不容易离开自己舒适的生活圈 我们容易变得安逸 倾向无灾无难 高枕无忧的人生观 事实上这并不符合真实的人生 也不符合圣经的苦难观 历代教会中 我们看见教会的突破成长 大多都是在内忧外患的苦难逼迫中发生的 虽然面对异端的挑战 政治的威胁 文化和其他宗教的瑕疵 但真实的福音生命 反而就在这样的时候被吹逼出来了 请问 在苦难困难中 你会被吹逼出怎样的生命 当门徒的脚步没有跨出耶路撒冷的范围 一直到了大逼迫来到的时候 才不得已逃离耶路撒冷 分散各地 就是在这个时刻福音被传播起来 向犹太地区的人做见证 做福音的分享 这些犹太人基督徒 其实信仰的身份是很尴尬的 虽然他们真实的认识耶稣 却同时还要面对犹太人的身份 礼仪和传统的挑战 他们不知道那时候要回答怎么样吃 要不要受隔离 要怎么样的谨守 遵守他们的律法 这一切都因为在危机的时刻被突破了 表面上看来 受到逼迫并非是值得欢呼的事情 然而却吹逼了他们真实的福音生命 在使徒行传 耶路撒冷的门徒在逼迫中 不得不逃离耶路撒冷 分散各地 就是透过这样的方法 福音被逼传播起来 向犹太人做见证 我们可以留意到 在逼迫下的生命 如果不是真实的 就无法成为福音的见证 这跟中国在开放以前的 华人教会的情况很类似 起过中国教会在逼迫下 反而大大的成长 因为他们有真实的福音生命 常常变成是最直接的 最感动人的生命见证 这里我们可以被提醒两个观点 第一 被分散的观点 原来教会是一群暂时聚集 之后要被分散的群体 基督徒是先被呼召的 之后我们会被拆派出去的 第二 生命的观点 逼迫下被确认的生命信仰 是宣教很重要的条件 同样的 在今天的疫情环境中 我们没有教会聚会可以依靠了 我们可能有生活的危机了 那么 我们这个时候被吹逼出来的 信仰生命 是否还可以有真实的福音见证呢 第三 宣教是改变的吹逼 在今年二月初 世界卫生组织 来警告和提醒各国 冠状病毒是没有国界 文化种族之分的 不管你说什么样的语言 有什么样的忽舍 有什么样的身份地位 任何人都可以被感染 也可能间接失去生命 福音的角度也是如此 在上帝的眼中 我们都是离弃神的罪人 在罪中是扭曲的 是绝望的 没有人例外 都需要耶稣基督的救赎 凡参与宣教工作的人 都应该有这个认知 只是当时候 《使徒行传》的门徒们 这一方面的观念 可能比较狭窄 我们知道在耶稣的时代 犹太人和撒玛利亚人 很少有来往 因此 罗布是因为遭遇逼迫 耶稣的门徒不一定会主动的 向撒玛利亚人传福音 如今 因为这些逼迫 福音的传播 才从犹太全地 扩展到撒玛利亚地区 尽管犹太人心中 怎么样的看不起撒玛利亚人 他们两者之间 仍然有许多相同的传统 因此 要耶稣的门徒 接纳撒玛利亚人 虽然有困难 有难度 但是还是可以解决的 但是要犹太人门徒 去传福音给外邦人 那就真有困难 耶稣的门徒 不一定能够轻易地改变 当时候有这样的一句话说 不能够把饼丢给狗吃 那你就明白 犹太人是如何看待外邦人的 因为犹太人一直认为 他们自己才是上帝的选民 所有外邦人都注定要遭到审判 下地狱的 因此 使徒行传如何从撒玛利亚 扩展到地级的外邦人 是很精彩的 比如说 使徒彼得和哥尼流相遇的故事 哥尼流是意大利营的百夫长 他不是犹太人 路加医生描述他是虔诚人 他和全家都敬畏神 多多的洲际百姓 常常祷告神 有一天他在异象中 看见神的天使对他说 你的祷告 你的洲际达到神的面前 以蒙纪念了 现在你打发人往约破去 请彼得的西门来 这是多么令人感动的一个经历 第一 原来上帝自己在拯救哥尼流 上帝自己在做救恩的工作 第二 上帝在关注人所做的事情 我们对上帝的敬拜 我们对人的慈善 我们的属灵的生命 原来上帝在上帝面前所做的事情 上帝都知道 那对我而言 原来上帝都知道的话 这已经足够了 我已经很满足了 那精彩的故事还没有完结的 就是上帝除了给予 哥尼流的回应以外 上帝也个别给了彼得预备 他当然知道 这个身为犹太人的彼得 要去传福音给向 哥尼流的外邦人 是不可能的 所以上帝都给彼得一个很特殊的经历 那个时候 彼得在祷告中 觉得饿了 想要吃 当家人在准备食物的时候 彼得浑游向外 看到天上打开了 好像有一块大布降下来 里面有各种各样的走兽跟昆虫 还有天上的飞鸟 然后他听见 有声音对他说 彼得起来宰着吃 那如果彼得是华人 这绝对就不是问题了 可能还有各种不同的烹饪方法 但是使徒彼得看见后吓了一大跳 他说 主啊 这是不可以的 凡俗物跟不洁净的物 我从来没有吃过 因为犹太人很认为说这些食物是不洁净的 这样的经历 一共重复了三次 之后彼得并不知道也不明白这什么意思 一直到他遇见了 哥尼流 他看见哥尼流 他也相信复活的主 他也得到圣灵的印证 彼得才明白过来上帝的作为 他说 我真看出神是不偏袋人的 原来神借着耶稣基督传和平的福音 不但要拯救犹太人 也要拯救他们认为不洁净的外邦人 只是上帝没有等待彼得观念上的改变 他乃是吹逼他们改变 那这样才能够完成福音生命的推展 宣教中我们应该会常常看见这种改变的吹逼 往往当我们还在纠结 还在怀疑 还在对神的想法有保留的时候 上帝其实早地已经在启动改变 宣教是上帝借着圣灵吹逼人改变的工作 但人们当然都不想改变 通常我们都会改变是因为 当我们不改变的代价痛苦 超过了改变的代价痛苦的时候 我们才开始愿意改变的 专注于网络宣教的全球福音传媒社 GMO 近年来 担忧财务状况的不稳定就业机会的探索迅速地争夺了 他说恐惧是人对于陌生的情况的自然反应 我们看见成千上万的人面对恐惧的时候 反而更愿意了来谈论信仰 我们正在加紧地为他们提供帮助 GMO 成立于 2004 年 全球有近 20 亿人访问他们的网站 其中超过 2.23 亿的人对福音信息 做出了积极的回应 每一天 平均每一天 有 6 万人表达他们有认罪的祷告 大概有 15% 的人留下他们的联络方法 愿意进一步地来认识上帝 随着 COVID-19 的爆发 对属灵这种的辅导跟指导的需求 已经比过去任何一个时刻更高 最近这段时间里边 GMO 每一天从接触 35 万人 已经增加到每一天平均 50 万人以上 你有感受到吗 上帝在用我们所想不到的平台 的推动福音工作 今天的疫情导致我们教会都空置了 似乎把我们都赶回家庭 我们回到更小的关系圈子里边去了 其实生活的种种危机都可以是属灵的转机 有点上帝可能在催逼我们回到自己的灵色做光做烟 催逼我们回到自己的家中好好爱我们的家人做见证 回到小的关系里边建议更深更真的关系 所以我在美国的好童工他这样说 The church is not empty The church has been deployed 教会不是控制 而是重新被神部署安置 接着疫情 上帝好像在重新部署 耶稣基督的精兵 好像要把我们放在一个新的岗位位置上 去做主的门徒 今天的牧师的分享有三个重点 第一 宣教是圣灵的催逼 要确斥 要敏感 要倚靠圣灵所做的工作 第二 宣教是生命的催逼 在逼迫中反而我们可以活出真实的福音生命 第三 宣教是改变的催逼 上帝在我们生命当中的工作没有停止 他一直在期待我们改变 能够更早地领受跟体会生命的丰盛 过去也有牧者这样强调 做基督徒不能够只是强调doing的侍奉 而是要回到being的信仰的定位 今天这个信息也给牧师自己有一些的整理 作为基督徒 我们要有being的属灵身份 我们要有knowing的圣经知识 我们还要有doing的行为的信心 巴不得我们有这样的一个更整合的一个信仰 being knowing doing 有定位 有定知 有定型 愿上帝祝福听他话语 并顺服他的人 Amen